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课文的部分 我们先看到课本分成左右两边 各位可以在自己的课本上看到 左右两边各一个主角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要介绍的人 他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告诉你 他的名字就叫Adam Adam Brown Adam Brown中文翻成亚当布劳恩 你可以搜寻到他哦 他做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有一次被播报 好 那我们先看课本左半边的第一个例句 Adam Brown was a brave young man 我们的Adam Brown他以前是一个很英勇的 brave 勇敢的 young man 一个年轻人 好 所以各位可以留意动词 用过去式 好 当你在叙述一个人 他曾经的经历 整篇文章就都会用过去式 我们看到这里用was 这里用begin begin begin 这个是现在式 began begin 是过去式 所以各位可以留意一下文章的脉络 他的时态 好 Adam Brown was a brave young man 我们Adam呢 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青年 以前的时候 and he began to 以前呢 他呢就开始去做什么事 begin to do something 后面加的是原b 好 各位没有看到这个to 这个to就是不定词 不定词在这里哦 这个to就是不定词 然后我们再来看 好 所以 he began to back pack in poor country when he was 21 嗯 他以前是个很勇敢的青少女 因为在大家还在念大学的时候呢 当他还21岁的时候 他就begin to 他就开始去做什么事 他就开始to back pack 叫做当背包客 这个当作动词 当背包客的意思 好 所以呢 他在21岁的时候呢 就已经开始去做begin to back pack in poor country 他专门挑比较贫穷的国家 去当背包客 好 所以他去当背包客 in poor country when he was 21 当他才只有21岁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在世界各地游走了 非常的有想法 他想去看看这个世界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当中要了解的 由begin to后面加原v 或者begin后面直接加vng 好 这个begin这个字很特别哦 他是可以加不定词 他可以begin to后面加原v 你也可以begin这个字直接加上ing 都是有表示开始做什么事 这类的秀词可为不定词 可为动名词 动词 除了begin之外呢 他可以后面加不定词 或者直接加动名词 ing的动词 除了begin 其实还有像start 我们可以用start to do something 或start doing 对不对 我们可以说try to do something 我们也可以说try doing 我们可以说like to do something like doing 还有love hate 还有continue continue to do something 跟continue doing something 我们来看例句哦 mandy began to learn 我们也可以说mandy began learning 所以这两个都可以 你可以用不定词 你也可以用动名词ing 这样的动词有这些 你可以帮自己整理哦 Mandy began to learn Mandy began learning English at the age of life at the age of life 他在五岁的这个年纪上 at the age of 他是个片语 在几岁的时候 at the age of 后面加上数字 就表示在这个数字的年纪下 所以在五岁的时候 他就开始学英文 再来我们看第三个句子 when he arrived in India 当时候21岁 他背包客走天下 当时他arrived in 什么叫arrive 这个字你应该要先背过单字 arrive 这个叫抵达 好那后面 in加上比较大的地方 he arrived in India 他抵达了印度 he was both excited and nervous 他有两个感受 他两者都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both a and b 两者都有 好所以 when he arrived in India he was both excited 他呢 既兴奋 也都很紧张 both 两者都有 他呢又紧张 又excited 又兴奋 好 那我们往下看arrive in in呢 介细词 这个in 他后面通常都是叫 比较大的地方 像国家跟城市 例如 my brother will arrive in Taiwan at 9pm 在晚上9点 会arrive in Taiwan 在台湾这个国家抵达 tonight i have